大家好,歡迎下周月 Garry Sir, 青楠和我, 和大家一起看 星期一回來這個市場, 下周的市場 報仁值, 正在二晚1329點, 跌在83點 成交有851億, 星期一來講, 正正常常 最主要是恆指食品股, 跌在二六八八上來 對比業績的24%增長, 賺多了 今天就跌了15%, 最高呢, 其實先看看, 去到多少呢 最高去到122元, 高位回到8元下來 暫時站穩, 另外, 彈回一些什麼上來 都是一些弱勢少少的, 你健康啊 241, 269, 大約4-3%增長 另外是李寧, 業績不差, 彈回一些, 升了3% 然後就是去到九龍倉啊, 煤氣啊, 公用股啊, 舊經濟的股票啊 今天都明顯, 有資金走進去 對比, 早幾天, 究竟是資金流出, 博一些貼股彈回之後呢 現在慢慢看, 就是貼股流出來 就是短期博反彈呢 基本上在升跌榜上, 都可以看到資金流動 短期的大市怎麼看呢? 我自己個人來講, 就不看好的 那為什麼呢? 可以看回今天的市, 就反映得到 其實今早早AO時段 曾經上升六百點左右的水平 但是你看到整個大市在十五分鐘之內 由大升, 就變大跌 你可以看一分鐘圖, 你又會看得非常之清楚 今早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最高就是二萬一千八百二十三點 就是已經最高位了 在十五分鐘之內, 成交是最大的 一跌, 又馬上跌到二萬一千三百八十二點 就是差不多, 就是去到今日的全日的低位 然後慢慢磨上來, 現在到了 好了, 磨上去之後, 其實又再一次跌穿了 現在就是二萬一千二百九十九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成交額就比之前大升的時候減少了 換句話說, 上升的動力是非常之小的 現在再加上一件事, 又跌下來 說的是既然捱不住, 又會不會落到之前的位 大家又不需要看到這麼悲觀 因為去到大概二萬一千二百點 就是暫時短暫性的支持位 剛剛林太太說了, 說大家可以安心一下 又不做全民檢測, 有一點放寬的社交距離 似乎有些消息頂一頂 但是很可惜的是什麼呢? 就是整個環球大使都是不可以的 說的是扎蓮斯基又跑出來說話, 又出口述 就說, 喂, 我現在準備跟普京聊天 跟布丁, 聊不聊得到呢? 聊不到, 三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傳 似乎他控制了全世界的命脈 我聽完之後, 我也怕怕的 第一就是代表大哥說話, 代表美國說, 喂, 你不跟他談 就要這個世界大戰, 第三次 喂, 大佬, 大佬都沒說 你開始說, 究竟是不是有些隱喻呢? 所以我覺得有些貼貼的, 現在 是, 也是, 過去阿澤有很多 所以大家都小心看著他言論 因為其實他也是開口去夾西方國家繼續支持 越令到局勢緊張, 其實在他的操作上 就越容易和越多方向去搞的 因為其他, 他看到其他都很黏水 那你一粒水的時候, 我又找俄羅斯嚇嚇你們 所以, 後來擺放了一段時間, 暫時我們不知道 但是, 好像剛剛 Gary 上人所說 香港的疫情, 看人數上, 都兩萬多宗的 你說, 是否有一個明顯回落 由高位五、六萬宗, 回落了一半的了 但是, 始終也是, 關於經濟問題 其實, 有這麼高的確診率 其實你都不可以說, 叫做可以全面清零到 所以其實, 當個個都中, 就可以放寬了 那去到這個位置, 會不會令到本地的不同 還有, 有什麼辦法, 特別會受惠於這些措施的方法 我覺得, 全民清零已經變成一個口號 現在變成了什麼, 全民清零 清零是什麼呢, 清零鬥快去買東西, 鬥快去搶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最厲害的就是在升網上的零售 以及一些超級市場的那些 我們已經訓練完了, 訓練完了就去搶 第一個, 我覺得受惠的, 就是這些 但是你說吃屎, 甚至乎說, 真是一些非必須性的消費 我覺得還沒這麼快 另外, 我們可以看看哪些板塊 其實我今早也開過給我們的頻道看 來來去去, 現在炒得最刺熱的 都是講一些能源的板塊 尤其是今早上了很多 就是一個燃氣供應的板塊 你可以留意到, 炒這個天然氣的股票 其實都是跟期貨有些關係 我講一點關於期貨的表現 有關於近期的就是天然氣 其實就由低位, 講的是三個半 曾經升到上去, 五個半那麼高 然後回落回來之後 回落到大概就是四個四的位置 現在又上去五元 為什麼會這麼刺激呢? 其實就是講的是俄羅斯的北溪一號和二號 二號就已經停了 德國那邊已經說停了 暫時還有一號 北溪一號也是輸送天然氣 給德國那邊就是整個歐盟 佔了他們很大部分 但是現在講的是說 他們又想會不會有些代替到他的東西呢? 你看到最近的新聞 就說他跟卡塔爾在討論 但是我們要知道卡塔爾生產出來的天然氣 是說是液態 所以成本是較高的 故此你要找到一件代替他的東西是有的 不過成本也會上漲 你看到天然氣的板塊裡面的股票 這陣子就是在炒這件事 所以你看到慢慢慢慢又推了上去 你說天然氣裡面有些什麼是炒得比較刺激的呢? 我們可以按出來跟大家講一下 升得最多的 至意然然就是2688 新澳能源 新澳能源 今早曾經上升到挺高的 升了20% 上升到122元 現在回落下來了 也是回得挺急的 如果你說你有興趣去炒這些的話 你可以留意新澳能源 或者是相關類的東西 但是你要小心一件事 由於期貨的格格上升得很快 也急跌得很快 所以如果你買這些股票的時候 你就要看著 當他一調頭的時間 你也要跟著他一起走 就會安全一些 除了2688之外 就是1193和135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不過大部分的網絡還是一個單線 看上去好像135是否會比較好 因為始終就是 Girish怎麼看呢? 要解三隻的話 如果了解三隻的時候 其實如果三隻比扣 的確135是比較好 但是我也是在說一件事 如果你要衝進去這些板塊 其實只能夠是短炒 我就不敢過夜了 因為我也是一些超保守 你又不可以說超保守 是在現在這個大跌市裡面 做一些比較保守的策略 我會覺得適合一些 所以我只會進行 今天炒的時候 不是今天玩 玩完之後我都不會過夜 但是有很多朋友就說 其實資源板塊是否真的可以長減 你就要小心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實力 是否許可 最多朋友就是 我看到今天上了 就買那隻 買完那隻 接著他又跟大家說 因為他看到它升 就買 買完之後 其實資源是否真的會長升 即是表示了什麼 你本身打算短炒而已 但是由於輸了幾格 你又不捨得走 不捨得走 那你就變長 這樣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你的資金本身是想著要短炒 不會過夜的 但是由於你損失了這幾格 你又不肯認輸 不肯指示的情況下 你變成了長渣 變相你的優勢 不斷一直增加 是非常危險的 我建議大家 在這些天然氣的板塊裡面 最好都是即日你炒完就好走 就不要等到過夜 始終它的上落是很急很快的 你只是看到期貨的保證金 不斷地增加 你就知道其實風險很高 大家搞清楚自己是投機 還是投資 如果缺乏相關的資訊 不要緊 可以看著我們FTV 可以不斷更新大家相關的資訊 另外也要看看 3690和700 接下來也有一個業績公佈 3690還要844元 跌了9.3元 跌了6% 而700 做了373.2 也有2%左右的回落 跌了7元 當然兩隻很不同的股票 但其實大家最主要都留意 3690 為什麼呢 大家都猜它業績可能會有越來越差的情況出現 怎麼看3690呢? Garry Sir 我們可以分開兩件事 如果你在講基礎 說到這隻股的基本本身 就是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受監管 然後它所有東西都要在一個規例下 去繼續營運 在這裡已經是先天性 已經被人壓下來了 好了 Fundamental不好 看看技術上有沒有機會可以靠一些 叫做技術層面炒上去 但是你看它技術層面 一直都是壓著在165元以下 它做不到突破 只是說3月17日那天 你已經看到 曾經嘗試過 是上到166元 但是因為這個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 已經壓下來了 它再第二次 第二天3月18日去試的時候 成交量不足 故此你看到今天 已經開始又垂頭喪氣的 這樣推下來了 所以我也是覺得它是做不好的 在這個形態下 我只能夠就是 我寧願去放它 我都不會買它 所以這隻股是暫時看不好的 另外700 當然 今天都隨著一些科技股 回下來 但是700相對來說 會不會比較英俊一點 或者 其實 就算不看好也不要推著 怕它夾上來 我就覺得700要看定些 你看到它上過去 曾經就是上去支持位上面 但是現在又在捱下來 不過它就比3690好一點 看到它沽壓不是那麼大 但是今天的成交額大概都是62億左右 相較起之前 真的衝上去有360多億 今天也是佔一個很少的百分比 兩隻比較 700就好一點 但是這個也是一樣 我是不會買的 始終現在的大市就是好像今天這樣 好像在玩極限過山車 曾經衝上去幾百點 現在又跌下來幾百點 你想一下也很危險 那何必就要在這個時間 挑選一些自己控制不到的東西 我寧願做一個保守一點的投資者 穩定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買我就不可以了 大家留意一下 700的消息就是 中國監管部門 考慮要求難信 將微信支付 立一個新成立的金融控股 其實某程度有點像 阿里巴巴的馬來的金服 要將它正規化 納入這個銀行體制裏面 就會牽涉到做的高利息放貸 或者相關的交易 都應該難了很多 在中間獲利 這件事過去幾天 都越吹越行 大家小心 好像Gary上所說 這本公司其實沒有監管 可以看好 有監管 等到監管完才 不要看得太緊 當然了 講開這幾隻股股 就要看一隻 9988 現在還有98.65 正在升0.3% 這兩天都不斷衝穿100天 但其實看到都是 好像一開咪咪的時候說 股市其實看來就是了 開始的資金都流出一些 彈了的股份 那幾樣東西可以留意的 例如一些世界股 這陣子其實打橫走之後 相對來說 細卡一點 或者齊貨一點的股票 都幾十個%的彈上來 這件事其實 未必是股市好轉了 反而很可能就是股市穩定了 暫時是 沒有之前千多二千點的 升升跌跌 那些 困難一點的股票 就回到之前 浪開的市值 但是這些機會 其實上個星期也有跟大家說 那希望大家都撿到一些 如果買開看開的個股 可以彈回一點點 這個只限於中世界股 沒錯 另外有人問 五號仔 現在還有51.5% 跌了0.3%左右 這次我也跟蔡先生說過 其實之前 跌市也不是太跌得下 最主要其實都是加息的因素 托予這堆五號仔 另外一部分就是 舊經濟 其實那幾天堆下來 都真的只是死中學股 你說香港那些 公用股 地產股 其實都不太跌 到這個位置 五號仔應該怎麼看呢 會不會有機會 接下來每個兩個月加一次 可以托回去高一點點 Garry Sir 我覺得靖南會賺錢 我看到觀眾朋友 說他在猶豪 我們一起買 買隻雞腿 我覺得靖南選對了 因為我看 剛才說這麼多隻股票裡面 最接近 也是最有機會 升穿他的支持位 就是匯豐 第一 看很簡單 我們可以看他的成交量 見他跌下來的時候 咦 不是很多 就是沽壓不大 相反地 即使你說他跌0.39% 成交量是很小 甚至乎 我可以這麼說 他很貼著他現時要衝破的阻力位 51.8 其實是博的 我這麼少距離 我差0.6 就已經可以衝破 你說 如果我要博的話 我幾大都不博爸爸 爸爸是100元一個 我經常都說 爸爸是心理障礙 現在 不是關口 我跌穿了 我要再受 哎呀又不行了 搞來搞來搞不到 你不如博一隻匯豐 他能夠升穿 51.8 至少他也可以 再可以挑戰一下 52.7 這些位置 起碼叫做看著來做 但是你看到爸爸 看著這條100 好像永遠 哎呀死了 我今天超過了 還是不要再下來等下 這些就搞不完 所以匯豐我覺得對 牛去 賺錢 有雞給吃 有雞給吃 希望各位都有 對 最主要都是 各位要看著這條5個 看能不能逐個逐個 好價位 向上攻 始終都是看成交組 那麼 越多錢追 這段應該可以追得上去 那麼再問一些問題 再問一些問題 Alice 問836 華人電力 已經獎了14個 毛 今天 回了6%左右 那麼 那麼 節目上面之前都 一直說的 那麼 一個圖不靚仔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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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15個月有貨 那麼 回不回家鄉 要抹價走 那麼 其實最低 在12.4 都彈了幾天上來 那麼 我想你也是 啊 就是 差一點點價位 那麼 那麼 Gerry尚怎麼看呢 836 如果欠1元 欠6元 其實 他本身 今天就有機會 走得掉的 因為已經是今天 最高位 16元 但是你可能 又是一個障礙 就是你回家鄉 似乎 還有啊 還有啊 那麼 一想著還有 其實就沒有 那你現在就是中了 我們要很清楚 想著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你是想著回家鄉的話 到了你離場 再分析 但是如果你經常想著 到完之後 我還有還有 那他就給你看 還有得跌給你看 所以你下了一個誤判道 如果你說你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個人覺得 你現在再想多一次 再回家鄉 給你一次機會的時候 你走不走 好了 如果你說你今天 你也不捨得走的話 我再給你一條線 十三個四 跌穿了你不走 你就不用走了 就不要走了 倒不如 你就一個很清晰的方向 如果你說真的回家鄉 我覺得也還有一次機會 可以給到你 至少到現在的成交量 也不算太大 但是 是不是真的 這麼容易上去呢 我可以告訴你 不是這麼容易 你只看市場就知道 由我們一直說 就一直在跌下來 今天你錯失了第一次機會 你就永遠都要記住這件事 我記得這一隻 今天早上也提過 有人問電力股 好像上了一點點 我這樣 可不可以後一後 然後今天就說過 其實好像836那樣 這隻我反而是想 佔它 你其實看見是一個明顯的下降 我覺得 等彈上去 就會好一點 嗯 因為說能源股 Green Power Green Energy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不需要坐在這些 形態上那麼醜的股票上 其實今天 其他能源股 到現在 今早早上也有得升 其實跟著指數 彈了上去 但是今天也是倒下來了 但是始終我不是覺得 太有力了 那些能源股 是沒有力上的 其實炒的 其實之前說的 一樣的時候 限定一樣 其實那時候 其實已經是一個高位 短期的 有彈 其實真的不是看到 太彈得到 大家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 有人問 1929 KK 問 如果要進去的話 會提到什麼位去做呢 Green Sir 是不是1929周大幅 是 沒錯 我會覺得 這隻股 其實現在也是處於一個 橫行 找到支持位的一個模式 你看到 本身它比較大波幅 由2021年11月19日 去到大概1月10日 是一個大波幅 現在開始才叫做中波幅 但是去到中波幅 你看到成交量開始就縮了 我覺得還需要多時間 給一個橫行的支持出來 現在還未到 暫時這個波幅裡面 都要維持一段時間 我覺得暫時不要進去 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出個方向呢 你不如等到它的波幅 收窄到很細了 然後成交量 進一步減少的時候 才去看它 看這隻會不會升 我覺得那時候就會更加準確 短期內 我不會覺得現時是可以進去的 去到那位 看看會不會有大盤去主動吸納 慢慢吸收貨 要不然都很難爆 因為之前炒了一段時間 大家小心 看著 有個問題 TT很快就回答 19091日停牌 怎麼看 現在正在做五毫半 跌了20% 之前深港通的時候 升了三天 都給了位 如果過意升不穿就會回 最新的消息就是 因為會計的問題 出不了三月底 4月1日 現在預約停牌 告訴你 4月1日開始停牌 都要整好一條數 達出來給別人看 如果你說差一點時間的話 我想 評判也會跑過去的 也不是差一點的 可能要一個比較長 可能幾個星期 時間去處理 如果真的有貨 之前過意去不到 回的時候沒有走到 其實你都 暫時可能真的擺到 或者真的不行的話 你只可以 止 都是要設定價 自己看著 這個風險 另外 傳動強檢 現在其實很多地方都在強檢 小心點 都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 有人問1177 中國生物制 現在上升4.58 回到0.4%左右 3.7月1日 回到0.5%左右 去到這位 其實都好像市場一樣 短期的反彈 都放在這裏 怎麼看這些 約股呢 因為其實約股 好像一向都 好像很慘不起 我覺得 現在正正 關於最近一個反彈 我們就是在想要買些什麼 我相信觀眾朋友 最想知道 現在反彈 反彈 我們可以追什麼呢 首先我們要想一想 為什麼近期會有這麼大的反彈呢 然後你們就在市場上篩上 弱股 會不會彈回上去呢 我就說一說 這幾天大家的心態是什麼 本身跌很多下來 每個人都很害怕 突然之間爺爺就說 北水我們繼續支持金融市場 講完這一句 應聲就反彈 一聲聲上去 換句話說 歸根究底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北水流入 導致整個市場彈起來 所以我們選股必須要跟著一條路線 這條路線是由北水來的 我們就選擇北水買入的股票 但是它沒有指明買藥股 或者買哪個板塊 我們就會選擇一些 究竟流入到哪些股票 我可以告訴大家 暫時今天 先說今天 最多朋友問今天 今天流入最多的股票在哪? 第一隻李寧 第二隻1918 第三隻若名生物 就是這三隻 你可以先留意這三隻 好了 你說不是 爺爺早幾天就說已經有北水進來 你說要講到早幾天的北水的話 不如我直接告訴你 其實他買了哪類型的板塊 或者買了哪幾隻股 講股通 他也是買哪一隻 就是2331 388 以及2269 這三隻是最多的 聽到2331就是爺爺正在選擇的東西 他沒有說到就是1177 下去約這個板塊 所以建議 1177就不要選擇 你可以選什麼? 你寧願選一隻若名生物 你也不選擇 但是若名生物也不漂亮 所以若的板塊就不要看了 倒不如如果你要追的話 試一下 試一下2331 看看會不會給大家一個好的表現 看看就可以了 2331我們可以看看 現時他60.9 剛剛升多一格 61 正在升0.66% 他現在要挑戰的位置 很簡單 就是64.6 我們就看著這個位置去做 如果他真的挑戰成功 我就寧願買一隻李寧 都不會選一隻1177 大家看著不水玩 這幾隻都是近日 流入比較多的股票 看看資金流推動底下 會不會一個更加好的反彈 這個也回答了另外一個觀眾說 這段時間有什麼可以繼續反彈 如果錯過了 可以聽聽早幾分鐘的 Gary Sir所說的內容 另外有人問Gary Sir 一隻快手到這位可不可以進得 一隻快手 其實我們一直在說 就是100元的位置 由上一次我們說 利是股的其中一隻 27元由38元起 我就說是一條線 他跌穿了股 上回來我再買 這隻27元是第一隻 好了 然後就落去1024度 但是有一個標準 標準就是他要先上去100元 好了 到現在他一直都上不去 我還是覺得 仍然是按照自己的計劃 他一天還沒上去100元 我一天都不會買他 直至到這個心理關口 可以挑戰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隻1024 真真正正可以繼續向上 這一刻還沒進得住 嗯 自己記得看回100元這個位置 如果突破到的話 可以追追負 165元有貨 賣現在輸大約20元左右 康熙樂又怎麼看呢 今天升到差不多2% 我想你要看回不回到上去 都有幾關 第一條線是很接近的 就是147元這個位置 就是2月28日做出來的 他不能上去 然後捱了下來 第一關要挑戰這個 第二關你還要很接近的 152.9 就是大概153元 這兩關叫做先挑戰到才有用 如果你挑戰不到的話 其實也是不太行 所以我就建議你 在這個位置 你覺得自己捱不住的話 我就建議走了 如果你說捱得住的話 你就看著我剛才那兩條線去等 去到那些位置 他升穿不到 走 如果升穿得到 就可以繼續保持 大家留意一下 另外也有人問 汽車板塊的股票 看看一隻121 現在獎214元 升0.6元 966元 小胖汽車獎104元 升1% 還有另外一隻 2015 回應3% 175 2333 汽車板塊 其實最主要 只有121 做不到價格 其實大部份 都開始回應 接著現在的情況 會不會來的 應該會走低一點 我看到汽車板塊 真的會流進去 有錢 捱他的話 都是只有一隻 見到就是 1211 稍微有些支持 其他那些都是 陪跑為主 小鵬又更加被人沽到 我也不知道 怎麼形容他 沽到這麼低 然後上到來又沒什麼力 我覺得也是危險的 還沒上得到 裂口低開的位置 我又建議不要搞他 汽車板塊 似乎要再等多久一點 才有機會 做一個更漂亮的反彈 相信現在都差不多了 去到這些位置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相關的1772 都是 好像我方所說 彈完之後都是沒有力的 那批 現在漲103元 回到3%左右 另外有人問 都是問一些 綠色能源的相關股票 就說 接下來今年 其實是不是會繼續炒 綠色能源 因為其實 所來所來 好像 內地 中國市場 除了這些 做了什麼可以炒 好像樣樣都糟糕 嗯 綠色能源 其實我覺得是 我也有留意的 我在等一個指示 都是關於世界大局 你看到歐洲那方面 全部又不用俄羅斯的油 又不用天然氣 他也說了想 折省80%從俄羅斯運到天然氣 找些什麼替代 第一就是找第二個 可以提供這些供應者 第二件事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找一些新的再新能源 可不可以幫助到他們 但是 在歐洲裡面 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相反地 內地在去年推行得很厲害 大家都看到是炒了一陣 究竟接下來歐洲會不會跟中國內地 會談一些有關於綠色能源 環保能源的事情 如果有 其實真的能夠帶動這個板塊 所以 我看到張基在問 究竟今年綠能 是不是真的會再一次增長 我覺得這個消息很重要 所以我也密切 經常在Google上搜尋 究竟有沒有這些相關新聞 如果有的話 似乎也是一個提示 可以留意一下這裡 是 另外有一個 Many Hall 還問Gary 大方面 其實也淡淡的 他說直接問 穩固做坦可以選哪一隻 第一個就是選龍頭 龍頭跌得厲害的東西 你不要說我壞 就是我們看這些 看不好的 就是沽最差的 第一隻就是 剛才我說的 還沒進去的汽車板塊 裡面的吉仔 你看一隻吉仔 反彈又不到他 向下有他粉 就是 你橫看怎麼看 你也是說 考開最後的 你會怎樣 你也是覺得他壞 是不是 我就寧願 如果是沽的話 就看著吉仔 跌穿10元的話 你就沽它 其實它的支持位 其實很弱 去到10.9元 11元這些位 就已經穿 其實是相當接近的 你選擇 當然選擇這些 這麼近的位置去做 這隻就是 汽車的板塊 再看下去 你說有些什麼是 不靚仔 海底撈 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就是非常養衰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還有什麼形容詞可以形容 就是 哪一陣子會見到一個位置 又是這樣的 他的心理關口的位置又是哪裡 又是10元 很明顯 這個位置擺明是給你看的 你跌穿10元你還不沽它 你不沽它 你也覺得對不起自己 是不是 所以這兩隻 我都可以告訴你 我做淡 我選擇這些 這些來做 都是說一句 傳統的中國有些巨語 是非常之得的 就是什麼 越窮越見鬼 就是這樣 那麼 好像175那樣 之前 我都做過淡 吃了這樣 幸好吉利先生提一提 其實 那個勢其實還可以下 好像 這個一層 隨時穿了10元之後 其實真的看回 100元 還是 應該看去哪裡 我看到 對了 對了 所以 我就是講 剛才我說過頭半句 越窮就越見鬼 越老是什麼 越混濟 是不是 他混濟的位置是什麼 就是他再下的時候 真的10元跌穿了 他要再下到9.4元 才是他支持 9.4元 什麼時候呢 就是因為他年資比較大 你看到差不多到2018年 那些位置才適合他用 所以我就說 越老就越混濟 你想想他升軌了這麼多 現在要跌下去 最新的全部支持位都穿了 那就尋舊路 尋舊路的話 一定是向後一點的支持位進發 最近最近都要跌到9.5元 你想想 由10元跌到9.5元 那裡也5% 你再加上一些衍生工具 大概 有聽到我的節目 我都說 我會選一些6-8倍的槓桿去做 跌到5% 我當吧 不要去到這麼盡 3% 我選6倍槓桿 我都有10%多收拾 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跌穿10元 難道他突然之間會反彈嗎 你說一下跌穿 你還沒跌穿當然會反彈 跌穿了 你要反彈 你先問一下阿里巴巴 觀眾朋友都這樣說 他都不知道自己去了哪裏 你可以自己想想 是 過去幾天 跟著肆子彈 其實都沒什麼彈 彈了1% 就是10%左右 所以去到這位 如果彈的話 本身彈都不彈了一些 有機會很快再見底 大家留意 還有一隻海底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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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相同的情況 也不是太多 今天一回都會很大 大家留意 大家留意 如果你們不開門的話 這些會首選 當然 當然 做油的人 也要看一隻 2-3-8-8 有人問 香港本地的股票 中銀 2-3-8 而且加上28.4 還低 味噌 0.2%左右 中國銀行怎樣看案 我覺得英俊 我今早在我節目我給了兩隻出來 其中一隻就是2388 今天跟隨跌下來我一點也不意外 跌幅也不是很大 但說在大跌市裡面其實是挺強橫的一隻 加上它現在的動力向上做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2388有貨其實可以保持住 我又會等一件事等到它升穿了28.8這個位置 其實一點也不遠 升穿了跟正南一樣 搖一下 OK的 是啊 我匯豐同樣也有一個理由 就是看到其實大部分銀行股都有一個 企穩向上的一點跡象 除了中銀2388 還有1658 郵柱刊 3328 交銀 其實是集體 有些銀行股是有一個 就是企穩向上 就是有一點跡象 所以我就選了一隻 匯豐去牛 嗯 是啊 就是有板塊一起做好 就是 心也比較穩定 沒錯 是啊 另外 Sasa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Sasa 她問1918在4月19日限售解禁是什麼意思 有什麼影響 1918限售解禁 我沒有看過公告內容 如果 我看你的字面的解釋 就是她本身是不准出售的 過了19 過了4月19日之後 她就可以發售出來 有什麼意思就是 就是本身那些股票是不可以沽的 現在 她又可以拿出來沽了 看來 支援多了 市場上的壓力就大了 壓力大了 有機會就是什麼影響 就是向下 是 都很清晰 整個內房股一直都是 其實就算 就算沒有這些 什麼供應多了 也是繼續向下 另外 Nicky 潘 她就問1987 1號5買 是啊 她說什麼時候放好 其實也升了很多 是啊 如果她過半買的時候 一定是在價量齊升 2022年3月2日左右 這些位置買的 要不就是在大跌下來之後 反彈的時候 她買了 其實我覺得你買得挺漂亮的位置 好了 去到這些位置 你說升到上去3毫7 可以看著怎麼放 我就會覺得一樣東西 現在是沒有一個阻力給你看到 我就會用一個策略去解決它 這個叫做推子賺 怎樣做推子賺 就是當她一路不停地升上去的時候 她突然之間會回 你突然之間回的時候 我會設定大概就是5-10% 我就會走 譬如她上去 現在 去到0.37 是一個高的位置 她突然回了5% 我就走了 你說不是 她再上去 她能升穿頂 你就再買入 你就是用一個叫做推子賺的位置 進行短炒 現在你說適不適合 去做一個叫做長渣 或者大炒 還沒進的朋友就不要進了 但是Licky應該就應該賺了一倍 既然是這樣的 我還沒用回彈5%的方式 我寧願賺不到那5% 好過一次過沒有一倍的升幅 是不是 我寧願用這個策略去解決了看不透的問題 暫時都沒見到有其他觀眾有問題 不如我問問題吧 我自己就 剛好近來就看到這支鼓覺得是OK的 只有一百五 不知道Garrysir怎麼看 因為始終在近來的市況差 其實她的勢力還是向上 其實還走得很穩 在這五十天線路上 Garrysir怎麼看 這支是B仔糧粉 B仔糧粉最怕的是什麼呢? 最怕不是香港的人 最怕就是美國的人就會暢淡 一暢淡又不好 但是你看到之前一暢淡 她也跌得不是那麼多 換句話說 她因為第二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 她本身這支股票夠乾了 乾了 因為她上市沒多久 她大概就是在2021年12月23日才來上 禁售期未過 所以她的股票也是很乾身 你看她排盤已經看到 沒什麼人排隊 似乎她就慢慢慢慢想推她上去 你說會不會突破呢? 今天就已經做過突破給你看了 但是這些股票也要小心 她突然之間會向下 我又說一句 設定一個止蝕位 跌穿了的就沽了 我覺得反而這樣是安全的 如果你看她升 我也可以這麼說 她會升上去 但是你就要看得很緊 有 開始有觀眾問一下問題 張姐姐她就說1920 1920恆新豐富股 是不是? 高位向下 你看到跌了這麼多 似乎她也是在做一個 我們叫做橫行收集壓盤的期數 暫時她未必有得勝出 我覺得不要買入住 這些股票 況且現在你也不是炒世界股的時間 是不是? 我覺得我又不會坐 如果你說真的會坐的話 也要等一段長的時間 我不是這麼建議 好 繼續大問題 GNL問1866 早陣子跟股票插進去 但是很快就回彈上去 其實也頗強 這隻股票怎麼看呢? 看著阻力位 我覺得就會好一點 阻力位其實就在七個二豪半那裡 衝得到 繼續向好 做回一隻強勢股 衝不到 就怪不得去 因為那也是壓力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可以看著七個二豪半 升得穿的話 可以看著它再創高峰 升不穿的話 我就覺得先走一步會好一點 另外WK就問2318 今天為什麼會這麼多? 是不是買入機會? 我不覺得跌下來的時候 就是買入機會 因為它可能在沉底 有機會沉底的股票 我也是不太買的 我覺得反而你要看著 如果你有拿著貨物的話 跌穿了52.8的話 你就會離開 可能它真的會繼續下降 始終現在的股票 都是下降的趨勢為主 多於是上升的趨勢 不建議現在入住 還有看回陰陽足的形態 上星期五其實也是一支收得挺好的陽足 但是今天一開始 變成一支差不多落到上星期五 開始的陰陽足 其實陰陽足形態也不太好 大家要看著 整個股票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彈高峰 好像一開麥克風機上說 反彈力度都已經盡顯了 彈到足給你了 去到這個位置 不升就回來了 是的 其中買入動力 你看到其實每個都是 今天開始已經沒有了 其實不是上星期五看 其實已經是到位了 所以這些圖形 每隻隻隻 含紙成分股 我想有70%都是死款的 除了一些舊經濟 和中國可能關係不太密切 會好一點 但是4、2、3、1、8 是繼續上星期的 比起和味和 Kathy先生怎麼看 我會首先分解 究竟我要進行一個左側的交易 就是說左側交易的時間 就是這隻股票可以長渣 還要越跌的時候越入 這個叫做左側交易 另外一個就是右側的交易 右側的交易就是說 我向著趨勢做 總之我一直上 我一直不買 首先就是要想想自己 買的形式是否適合自己 如果你說得說收息的 一定是想著長線的 是不是? 但是你要記住 收息其實就在股價那裡拔出來 拔出來 如果這隻股再做好的話 當然你就收到息 但是如果做不好的話 其實你一樣沒有收過息 故此在現在整個市場 一直跌下來的時間 我就寧願選一些股票 真的衝穿左力位 表現給你看 越升越有 剛才這隻2388 是很明顯告訴你 它要衝左力 它有力量衝上去 所以我就寧願選這隻2388 相反地 如果你看這隻3988的話 其實它遇到左力的時間 它不是這麼大 而且你看到3元 其實它已經很快又會遇到它的左力 由於它你看到現在成交量都是偏低的 3988 我就寧願選一隻上行 在衝上去的2388 有氣有力的年輕人 總好過面對左力的時候 仍然在搖 你說什麼時候才是一個英俊? 我覺得它真的有力 衝穿到3.1 我就拜它了 兩隻我就寧願選一隻2388 我都不選一隻3988 另外呢 先看看 于亭恩293可以部署 近來 我們昨天早上整天都不記得說一下國泰 那麼 它也衝得挺厲害的 但是去到8元的位置有些頂住 那經紀全怎麼看呢? 我喜歡國泰啊 你想想 衰到這樣也升到這樣 你說是不是不得了呢? 你說這件事 是不是? 還有呢 我也真的不太明白 大家都在想著 我又出不了它 它又出不了它 但是它又可以升上去 炒得一下 是不是 就是 跟一般的分析很不同呢? 那我又覺得呢 它面對著8元這個位置 其實它想試 是試想衝穿它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持有之餘 還可以看看它是不是真的8元升穿到 如果8元升穿到 其實它8.3元才是下一條線 所以我覺得這隻也是說一句 是有力氣的表現給你看的 你只是看到它的成交量 這幾天是特別大的 這次我覺得我是支持它的 293元是可以購買的 另外Shirman就問 先回答了Thomson Thomson-Wall說Girishsir是6690 怎麼看呢? 看看 690可以自家 其實在這個市況之下 其實都是向下的股 Girishsir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個它有機會衝上去 但是它力氣不夠 要等它成交量大一點才有用 其實也很簡單 其實很多股 其實在這個市況下 很難要求它有力 而且全部都是低下的 你很難說拚它向上 另外Shirman就問1729 這隻是 近來市況差之下 其實它一直是上升趨勢也保持得不錯 嗯 看著過四來做 我之前mark了 這隻短炒是OK的 就是中短期 看著過四我覺得可以衝上去 如果衝上去過四其實也沒有位置看 因為始終都破 是歷史高位了 是啊 看看它有沒有力量可以破紀錄 通常破得紀錄的那些就做新紀錄 是啊 另外 尾尾關 558 上年的強勢股 現在已經下來了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做 你看著它這樣下去 很難叫你進去 是啊 力勁就不要攪拌 反而 我看到傾峰就問 我是不是一隻體坦 其實你漏了 剛才那隻2338 我就覺得正 其實我今天還有一隻 不是2338 2388 2388 其實我還有一隻 我覺得是在歷史裡面 上個星期我已經說了 1299 他上得到80元 我就說他 我就會支持他 這隻1299 我也覺得是可以留意 可以拿上去 至少他在保險的版塊論 我看到最有力反彈 就是這隻1299 如果傾峰你不嫌棄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拿著他 我就看到他多高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其實 沒有 在這個時況之下 你不做淡 就是 逆逆逆逆去做 其實也很辛苦 其實 不妨留意一下 有些做淡的機會 另外 如果政府 你也聽Gary先生說 好像2388 1299 這些其實也是有機會 上去的 這樣 那 這裏有沒有補充 沒有啊 時間都差不多 因為 因為 我就覺得很特別 因為 他們就問我 Gary先生 其實我從新年之前開始 就已經叫大家 有貨 減貨 其實那時候我是淡創的 但是 記住 如果你見到不適合的時間 你還買他 都沒有問題 你就像早幾天一樣 跌完三千點的時候 究竟我開不開 我開不開 其實又是說一句 跌得下來 你還開的 那就要虧錢 如果你說 在現在這麼動盪的時候 其實 你打算買股 是沒有問題的 你懂得看一件事 看看普京 究竟他明天會不會 丟多一支 導彈 如果丟多一支導彈過來的時候 你又覺得你吃得起 那你就買 我就覺得 股票是要選擇的 差在你究竟 看不看得通的時候 既然看不通的話 何必將一個 普通的價錢放在自己身上 倒不如 脫著花生 看看別人怎樣走 我覺得會好些 是的 倒是 大膽地 投資 細膽地去吃 所有東西 倒幾大 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小心去操作 普通的價錢 只剩下21,178點 跌至234點 成交 有1,053億 今天 升市變跌市 大家也要看著 不要太進取 今天很多謝 Gary Sir 和晶藍 和大家分析了很多不同的股票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說說香港地產 所有人都知道 香港的高樓價問題嚴重 到底是哪一個操控了香港的樓價 令到樓市暴障呢? 是政府、地產商還是買樓的人? 答案很明顯 就是地產商主動 加上就是政府配合 那麼地產商是怎樣控制到香港的樓價暴障呢? 答案就是透過縮減土地供應 香港在過去幾十年 政府大多數的樓宇政策都是錯誤的 而每次的失誤都是和土地供應有關的 這個也是直接導致房價暴障的主要成因之一 香港的土地供應實際上來說 是由香港地產商控制住的 而這類地產家族主宰住香港的經濟命脈 涵蓋了地產、公用事業、巴士服務和食物零售等等 當中他們還手握住香港最珍貴的天然土地資源 並且以土地去支付 而這類財團壯大的主要主因之一 就是因為政府的不干預政策 或者是政府的其他政策 令到地產商能夠在地產行業獲得天獨厚的資源 還越來越龐大 香港的地產在一輪的暴升暴跌之中 令到地產商都賺到幾十代人都吃不完的金山銀山 而我們從歷史來看 香港的房地產第一輪的暴升 就是發生在1985年至1997年之間 前港英政府就在1984年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 規定了每年的土地供應只限50公頃 令到樓價在1985年至1997年期間不斷飆升 實際上在1994年 市任港多彭定康就曾經察覺到當時醞釀的房地產泡沫 以至到隨之而來的問題 前港英政府試圖進行一些措施打擊炒樓 可惜彭定康後來捲入一些其他政治事件 就無瑕再處理樓市的問題 在回歸前面對天價的物業 很多香港市民都投訴負擔不起自治居所 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也曾經紅色